炮声隆隆下 穿越南轴的丛林 德国记者团队跟着乌军 来到乌东前线 俄军距离他们位置只有两公里左右 指挥官透露 他们领硬要在三到四公里外 就得抛袭俄军 否则他们会处于弱势 但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从乌军眼神都能看出 无奈战火继续耗下去 连最大军人国美国 会不会继续供应武器 现在出现质疑声浪 事实上乌克兰总统泽陆斯基 这次访问华福建美国总统拜登 白宫随后就宣布 再给出一笔3.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只是横看树看这包军援 没有包含乌克兰最近最想要的 长蛇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kus飞弹 毕竟一旦拥有就能打到俄国本土 恐让战况情势更加复杂 不过美国NBC最新消息 事实上拜登已经私下 智慧责任司机 华福还是会把Atakus飞弹 弹入往后的军援当中 Atakus飞弹威力强大 最新的弹种射程最远306公里 而且还能携带300枚以上的极数弹 对物据来说是一大助力 西方各国的大笔银弹 也帮了很多 从排名来看 美国不仅是乌克兰的最大军援国 第二多的德国和其他前十国家 全部加起来480亿美元 也不过比美国多一些 但各国军援可还没就此打住 德鲁斯基22号访问加拿大 总理杜鲁道承诺 未来三年还会再增加 6.5亿加币的援助 TV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